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于美仁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首先让我为您介绍 今天的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救难专家 叶太新叶教练 第二位是心理资商师 苏炫慧小姐 还有一位是军事专家 宋兆文先生 以及律师张菊芳 张律师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 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叶教练刚从灾区回来 张伯母搞的先请教 你这次到了哪些灾区 看了什么 这讲还是要绿绿 我通报进来 就是高雄那边 开始状况很惨 我们就一到现场的时候 要攻到这边 当然桥路都断了 那他的指定地点是在 六规前面 六规 六规箱前面 这里一个指定地点 在这里集结 谁通知你们 很多单位 包括当地的县市政府的救灾单位 因为其实全省的各单位 我都有训练 急需要第一线什么人去那边 去现场 直接就会跟我联系 我就会跟我们的官方去联系 然后直接就带部队进驻这里 进驻这边以后 因为那时候风大到 你说的部队是军方吗 不是 就我们的救难部队 救难部队 到达这边以后开始 依照他们所掌握的情知 可以部署的点 然后遇难的点 联系不到的点 我们就把定位都标出来 然后怎么样 因为那时候直升机也不能飞 晚上又没有 这个 那天是9号 8月9号 9号 已经快凌晨了 10号快凌晨了 凌晨就从这边开始 依照我们的定点开始做什么样 做开始搜寻火口 所以你当时压根没想到这么严重 到现场你才傻眼 我才傻眼 因为过不去我才傻眼说 怎么这个样子 也没有桥也没有隧道 什么都没有 怎么过去 车子能到了停 不能到了开始 就开始攀爬 攀爬一直走 每到一个定点 失踪的定点 失联的定点 我们就开始搜寻 那这个是 开始天亮了 我们可以 这个是用手机拍的 所以没有自我一个队员 刚才用手机拍的 你一路看上都是什么 盖掉 盖掉以后找一找 有一个人逃出来 他就说两个人埋在里面 对不起 标定点 因为挖不下去 我们没有那个工具挖 第二个定点 又是埋掉了 这个还没有到小林村 这个是在新开部落而已 好继续 这个地方受困五个人 这里有两个人留下来 七个 你怎么攻过去 还是想办法度河度西 爬上去 把这五个人送到安全地点 等直升机挂掉 把他们带回去 五个人带救就对了 对 然后留下这两个人 往底下搜索 一个钟头没有 继续往上走 就放棄了 因为那个是跟失联的地方太多了 整个这是别墅 这是新发村 它都还是新开 对 这是新发 别墅剩一半 你看看门都还关着 所以人有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搜寻 没有火口标定点 他里面应该已经都搜掉了 对 里面都这样 都就头 好 新发开始一直挺进 新发 这个都盖掉的房子 这个不是没盖掉 这个是被石头挤压上来的 这个其实都跟他一样是埋掉的 七个失联 你家居住的 居住的 居住的 新发村 这个要过来的时候 下面这里三栋都冲走了 留下这一栋最坚固的在这边 两个火口跑出来还好 那直升机把他们带回来 那七个不见 七个不见 对 这是六龟 所以实际失踪人口有多少 这样担心已经 到六龟的时候 整个河床的房子都不见了 这么强壮的房子 还有挡土墙在这边都消掉 挡土墙的地方没有消掉 这里都盖过去的 人全部不见 消掉是什么意思 全部消掉被水消掉 因为这里还有两层楼 这还有两层楼 你在电视外面绝对看不到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在 公道现场的时候的记录 然后里面是 他们的村里干是说五个人 到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如果他跑到屋顶 反而会不见了 如果待在这一楼 可能还有一天在里面还找得到 全部都不见了 不过你在这里里面也不见了 不见 水都浸不见了 因为第一时间 我们都是搜寻火口 到六龟桥 六龟桥刚断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你没有看到 他们在掉流笼送物资就是这里 但是第一天都没有人 全部光光的时候 桥断在这边两边都断掉 没有任何东西 有没有看到你们在那里 掉掉掉掉掉掉掉 后来 我们第一时间是 我们就直接攻过去了 我们没有机会让媒体拍到 为什么 因为后来的都是资源进来的 第一时间是抢救人命的 我没办法让他们拍头 我们已经攻上去了 因为你们要赶快标说 哪边有火口直升机吊挂 哪边有火口直升机吊挂 因为他空中没有办法搜寻那么紧密 所以我们是用地面 一定要把他们丢到地面搜索 这是老农 这是都盖掉的 这里是五个 也是没有找到 那村里干事标是五个 所以你用什么标示 使用什么标示 我们自己会绑一个标示 然后做一个讯号 闪的讯号 就标示一下 公公买的几个人 那里有失踪人口 这里我们搜寻不到火口 我们就会标示 那多少人你又怎么标示 那多少呢 我们用无线电开始到 叫他们做记录 我们没办法写在那边 对 那我们会跟他说 我的定点在哪里 是查一支柠子还是查 没有 它有一个讯号器 有一个讯号 我们会发讯号的一个闪亮的 那个报线器 有一个设备就对了 这个是下老农 两户人家晃一个 不知道在哪里 他家室不知道在哪里 嗯嗯嗯 你是对面镇刷是对面镇刷 然后两栋房子在这边 那它是在底下 哇 整个团团刷就对了 跌到柠檬了 对这老农村那边下老农市 所以这种瞬间掩埋 是根本不可能有火口 对不对 不可能 火埋是三分钟之内 要挖出来对不对 不然你里面你就没有穿鬼了 对 这是我们要攻进去保来村的时候 又开始豪雨又进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逃 换你们逃 对为什么你看看 我们的队员往后用手机拍 这个是图16一直往我们淹过来 一直摊下来我们开始跑 我们是边跑他就啪一下 我们又赶快往前一直跑 因为那个时候还在摊 所以你在一个不小心 你还是被盖掉 所以我们是很小心 一听到声音我们就要跑 那等到能见度好一点都静止下来了 我们才继续开始用照明开始在一直搜寻 那是暗时 对 暗时 暗时你们是听谁而已 对啊 都要照 你看不到 这是在小林村 这已经攻进 要攻进小林那边了 那隔天到小林就开始忙了 为什么一看都晕了 为什么 因为都变成为坎坎 那当时空照图给我们这样比对 根本比对不出来这里是哪里啊 你每一个区块 你没办法想象说怎么会变这个样 完全是不熟悉的地方 跟空照图上面或地标上面是完全两码事 这个叶教练 因为这一次他们是讲说 有发现有脚 有手 有身体 是块 有头 这样子 OK 残缺不全这样 那是因为土石流不断的把那个尸体卷 卷断的原因吗 它的土石其实它就像是 这些石头是岩层破裂碎裂的石头 它不是鵝卵石 它是比那种 我这个像这个一刮就缝三针 我是不小心闪过就三针 是由酒头挂到 我旁边撒下去而已 然后你如果一个身体在这里面 经过它土石跟水这样把你移动 它不是规则性 它是不规则的 它是让你粉身碎骨的 你有全尸型抹米豆腐了 所以其实很多尸体 现在是没有办法认 要平常你讲 对对 我处理土石流太多箭了 要找到全尸 就是第一时间刚刚好 水分还够的时候 你当场在那边把它挡住 你知道吗 用机具把它挡住 开始很快的第一时间去开挖 就是在市区里面 你还可以挖到全尸 你如果说像这种山崩也好 整个山塌下来也好 或是整个桥断掉也好 到河里头这样滚的 很难有全尸 这一次你们速度这么快 那国军的速度怎么样 其实讲出来会得罪的 但是还是要讲 因为第一时间包括我 没有问题 因为国防部长已经下台了 不会得罪了 真的喔 我还没有这个资讯 我是不小心 因为就到不知道这个日期是怎么样 因为第一时间我们都有通报给上级长官 还有通报到国搜 要调动国军过来支援 那有 他有派一些部队 但是去支援的是临近的这些盐水的地方 是我们讲的什么比较市区里面 真正能攻进来的可能是没把握 因为国军凭良一讲 因为这种灾难 他们没有经验 你也不能怪他说不派 因为他会怕 在申请这些资源的时候 比如说空挂种种 他们还要去勘察气候怎么样 种种 但是那时候我在想 我们自己特种搜救队的飞机 都可以飞了 虽然有一部殉职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动 因为我们急需这些机具来做一些怎么样 维护我们自己搜救人员安全的动作 但是他没办法动 那原因出在哪里我不晓得 你申请什么 他没有等 我们有向上面申请他们直升机身 跟吊瓜机具来 三毛 外图机 大家要靠美国 我们就没有 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 等一下再来请教授 好 来 我们先收视镜王 有的有的有的 他说其实我们队里有的 我们有牌 咱们决定就是说